动物学 排泄 排泄作用 各位同学大家好 又来到我们今天认识学习重点的地方了 我们今天要来认识哺乳动物的泌尿系统 圣源的构造与功能 好我们就先来看到哺乳动物的泌尿系统 在前面的单元我们学会了许多生物的排泄构造 这些都是属于在演化上较简单的构造 那么在演化上相对复杂的生物 像是哺乳类 又是以什么样的构造作为主要的排泄呢 像是鹿 熊 河马 敦鼠 人类 等哺乳动物 都是以肾长作为主要的排泄构造 所以在这个单元 我们将以人类作为主要说明的对象 以人类的肾长为主 和周围相关的器官 合称为泌尿系统 这点我们在简介泌尿系统的单元 已经跟各位介绍过 帮各位同学简单复习一下 肾长是过滤我们的血液 经过肾动脉流入肾脏 肾脏过滤后的滤液 形成尿液排出体外 被保留的物质 则沿着肾静脉 回到血液循环当中 再来复习一下 尿液形成后排出体外的入境 血液进入肾脏之后 会在皮质与水质之间的肾源 过滤会集至脊尿管 脊尿管当中的尿液 再会流至肾瑜 由输尿管离开肾脏 尿液沿着输尿管离开之后 送至膀胱暂时储存 直到尿道的扩跃肌打开 排出体外 今天的第二个学习重点 肾源的构造与功能 肾源分布在肾脏的皮质与水质间 一个肾脏具有数百万个肾源 大家还记得肾源各部位的名称吗 忘记的话 赶快把这一页暂停 复习一下吧 在这个肾源的示意图中 形成尿液的三个作用 过滤作用 过滤血液中的小分子 再吸收作用 回收滤液中的有用物质 分泌作用 分泌出围血管中不需要的物质 这三个作用 你在前面的单元有学会吗 因为我们现在就要教你 更深入的内容咯 你准备好了吗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认识 过滤作用 再吸收作用 分泌作用的进阶版 同样的再次回到这一张 较复杂的肾源示意图 还记得过滤作用发生的地点 在哪里吗 对啦 就在思求体育包式囊之间 我们把这个部分放大来看 血液已经由入球小动脉 流入丝球体 此时因为压力的关系 使得血浆中的物质 由丝球体扩散 进入包式囊 形成绿域 无法被过滤的物质 则随着出球小动脉离开 那这围斜管内的压力差 是怎么形成的呢 细心的同学可能已经在这图片中发现了 这是因为入球小动脉的管径较出 出球小动脉的管径较细 因此在围斜管内产生了压力差 借此可以使围斜管内的物质 由围斜管之间的空隙被挤压出去 这是染色后的肾小球切片显微镜图 我们可以观察到弯弯绕绕的丝球体 以及管壁紧贴在外的包式囊 什么? 你跟我说感觉不出来弯弯绕绕的 幸好生物学的进步 有很重要的一部分 来自扫描式电子显微镜的发明 这是使用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将小鼠的丝球体放大1000倍之后的样子 这样可以感觉出它的弯弯绕绕了吗? 这是放大5000倍之后的丝球体 看起来很酷我知道 但我们不能光看照片 我们还是要来认识过滤作用的原理 我们来看一下固滤作用的示意图 由左而右分别是 围血管的管腔 空隙较大的围血管管壁细胞 包式囊的管壁细胞 其实不止一层 不过我们简单只画一层来代表 包式囊的管腔 这几个部分 围血管管腔中的物质有很多 例如说水 血球 小分子养分 含氮废物 无机眼泪 大分子蛋白等 在这其中 较小的物质像是 水 小分子养分 含氮废物 无机眼泪 可以在压力的影响下 移动至包式囊的管腔中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过程并不消耗能量 其他像是血球 大分子蛋白等物质 则会因为体积过大 没有办法通过微血管的空隙 留在微血管中 被初球小动脉带走 又回到这一张圣源的示意图 就表示我们要来教各位下一个作用 微血管对肾小管的再吸收作用 从箭头的方向 同学们可以很明白地看出 再吸收作用物质的移动方向 是由肾小管移动至微血管 也就是说 再吸收的目的 是回收之前被过滤的有用物质 回到身体 以葡萄糖的再吸收为例 同样由左至右分别表示 一开始 在肾小管管腔内的葡萄糖 以及钠粒子 以主动运输的方式 共同运输至肾小管管壁细胞 接着 葡萄糖会经由细胞膜上的蛋白质通道 以促进性扩散的方式 移动到组织液 同时 在这个位置上 还有钠甲邦普 不过在这边 我们主要的注意力 在葡萄糖身上 钠甲邦普 参考就好 最后 组织液中的葡萄糖 则会由微血管内皮细胞的空隙 简单扩散至微血管内 所以整体而言 葡萄糖由肾小管移动至微血管的过程当中 依然是消耗能量的 肾源的三大功能最后一项 分泌作用 分泌作用的目的是将微血管内不需要的物质 以主动运输的方式移动到肾小管内 像是身体多余的眼泪 色素 药物 等等 最后我们还是用一个表格 来帮同学做一下三大作用的整理 我们分别来看过滤 再吸收 分泌作用 再移动方向 动力来源 还有移动物质的比较 过滤 过滤作用当中 物质的移动方向是由肾小管移动至包氏囊 至于是不消耗能量的扩产作用还是耗能的主动运输 则是物质的种类与浓度的差异而不一定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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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水分子的移动一定是被动运输不好能的 同学们在这里可以留意一下 最后一个分泌作用 物质移动的方向是由微血管移动至肾小管 移动的方式皆为主动运输 移动的物质是身体多余的氢 氨 氨 钾离子 以及含氮飞物 色素 无基因类等等 简而研制呢 整个尿液形成的过程 大概可以简略呈现在这个画面 其中呢 我们要跟同学澄清一个迷思概念 首先 过滤作用发生的位置和时间 都在再吸收和分泌之前没有错 但是再吸收和分泌作用发生的地点都在肾小管 并没有一定要先有再吸收才能够发生分泌 这是同学们常见的迷思概念 1 要注意哦 到这边为止 我们就把这个单元说明完毕了 可我回顾 你是否能够自己说出过滤作用的机制 以及过滤物质 再吸收作用的回收机制 以及通过物质 分泌作用的机制 以及通过的物质 如果以上内动能够说出来的话 就恭喜你 都学会啦 终于考试都可以考100分哟 本影片内动画图片来源 以及参考资料 本片之影片素材 皆以创用CC规定 首选使用 就会参考虑的印象 什么云火 有影响 你会参考虑 以但是 我一直在用来打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